HELLO 大家好 我是看到機甲和美少女就會興奮的鋼彈模型製作家千赫艾爾莎 重裝戰機系列與你分享那些少女和機甲所交織出的週末武裝 希望可以讓你更加順利的壯大自己的傭兵團 又或者可以更加了解在奈克利耶斯大陸上的三國紛爭 這一集也要和大家分享3月4號更新的變異體衣服林 以及它的裝用機二卓之星的招募以及開發的一些個人見解 如果你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戳的話可以參考看看 那麼首先來講變異體衣服林 限時招募時間到3月18號下午的1點59分一共持續兩週 限時招募結束後會下放到一般的集市招募中 那變異體衣服林是爆破血的祭司 普攻傷害倍率高而且攻擊範圍廣 搭配3技的攻速及能量恢復增加 範圍傷害的主動技能也可以很頻繁的施放 擁有非常優秀的中距離雜兵少當的能力 但是非常遺憾也就僅此而已 並一體衣服林的2技會對擊中的目標造成腐蝕傷害 而主動技能釋放後會增加這個腐蝕傷害 並且最大可以跌到30層 而4技則是命中目標時有機率可以刷新目標的簡易狀態 整個技能組在傷害的加成上非常貧弱 就算真的讓你跌滿30層腐蝕增傷 腐蝕的傷害依舊不怎麼出色 即便有讓敵人受到的傷害增加 以及刷新敵人身上簡易效果等輔助功能 整體的評價仍然不高 現階段屬於實用性較尷尬的機師 就看往後有沒有機會發光發熱 所以我會建議頂多丟個5張或是12張抽看看 沒抽到的話就當作臭序列 甚至如果覺得資源吃緊的話 完全跳過這一次也是可以的 反正機師招募結束之後會下放到一般的機師招募 慢慢的日常刷單就好了 而專用機二卓之星的話 時間一樣是到3月18號下午1點59分結束 就如同上述所說 即便在全套專用機的情況下 強度真的有點尷尬 而且在限時開發結束後 也會下放到機密研發室 所以建議之後慢慢刷就可以了 另外補充一點 二卓之星也可以從那部拉副本中 購買二卓之星組合箱去籌 那價格是154連幣 那我自己是不會用4連幣去買啦 只是提供這個資訊給大家知道 那總結來說 現階段並不太建議花大量的資源 投注在便衣體E-1跟二卓之星上 雖然並不是說真的非常弱 或是說完全沒有用 但是現階段真的沒有便衣體E-1的發揮空間 而且不論是機師或專用機 在3月18號之後也會下放到一般池 所以我會建議說 除非你是家裡有礦 或者是說你特別中愛 沒有穿小褲褲的小蘿莉 不然這次的招募開發我是建議跳過 那另外泰西亞的阿拉密斯限定開發 延長兩週 等於約有100顆精緻零件可以緩衝 要再拼一部阿拉密斯也是可以 或者等3月17號晚上 看下一池出什麼再決定也OK 那我自己的話 可能也是等3月17號再決定 要不要再丟150顆進去 畢竟我現在的阿拉密斯數值也不是太滿意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 又和大家分享的便衣體E-1跟二卓之星的招募開發建議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歡迎幫我按個like 還想看到更多重裝戰機系列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喔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